各位新高地大网友大家好 我是邱家军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 我们新高地网海风快报所发布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就叫做 习近平时代已进入尾声 习近平时代无疑是一个倒行逆施的时代 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由于习近平非常善于伪装 在他上任之初的前几年 尽管他大肆的非法集权 排斥一级军队私有化 滥用暴力强拆 选择性反腐 大搞党进民退 严控舆论 打击工资 滥发货币 迫害律师 大肆对外撒臂 大搞接党淫师 大搞个人崇拜 等等种种恶行 但还是有很多人 被他的谎言所蒙蔽 直到今年他强行修宪称帝 才让更多的人看清楚了他的邪恶本质 如今的中国 是中共的利益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习个人的利益又高于一切 很显然习近平执政六年中 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及中共拉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无论他怎样粉饰太平 都难以掩盖民心尽私和党心背离的事实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共的经济可谓一落千丈 随之而来的是 百万家外企逃离 千万家私企倒闭 上亿的员工下岗 股市一跌再跌 货币一路狂扁 物价接接攀升 银行坏账过半 几千家P2P公司几乎全军覆没 房企纷纷 降价保命 人才大量外逃 地方政府在台高筑 各项民生保障工程不断拖欠 司法机关的各种案件堆积如山 群防维权渊民到处成群接队 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等大型形象工程纷纷停工 世界各国的反共县共大潮是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各级政府财政缺钱 人民银行每天都在开足马力印钞 但面对经济血崩式的下滑 印钞耍赖暴力和谎言 根本就不可能改变习政权帮他的命运 有人可能会说 习正在出台各种补救措施 加上他手中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器 其政权不可能动摇 更不要说崩塌 这话呢 看似有些道理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翻开中国的史书 秦始皇的军队不强大吗 百万铁家管理着两千万草民 而且还采取连坐之库法 可是遇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刘邦 以及激怒起义军 一个强大的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 可以说任何一个朝代的垮塌 都不是因为暴力机器不够强大 他们都是因为失去民心而覆灭 唐宋元明清江家王朝都是如此 我们要知道官员军员警察和城管 并不是反动独裁暴君的儿女 他们同样也是人民的儿女 暴君的罪恶和人民的苦难 他们都感同身受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 痛恨习近平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 向官员军员警察和城管 他们内心深处照样痛恨习近平 大家不要光看到这些人都是在祸害老百姓 其实他们都是一击压一击被迫而为 只要时机一到 这些人都会成为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权的掘墓人 有人可能会问 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与中共相抗衡的反对力量 短期内有可能推翻习共政权吗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权的覆灭 都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那么什么是必然性呢 执政者民心尽私就是必然性 这在我们中国也叫什么 天势 目前国内各种群防维权事件 就足以证明习共早已是民心尽私 那么什么是偶然性呢 秦始皇时期 刘邦因为害怕官军杀头而造反 国民党时期 张学良是希望早日回到东北而逼讲抗日 在历史上 这些事件发生之前都不是什么有长期预谋的 这就是偶然性 有人会问 未来推翻中共的主要力量是哪些人 从中外各种政权更迭的历史来看 当一个独裁政权处处草木揭兵的时候 军变 政变 民变 和外战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但最终 决定一个政权彻底 覆灭的永远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我们知道海外有很多反共力量 作为海外反共力量 应该是推翻中共 和未来民族建国的 一种不可或缺的实力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从蒙特上叫做软实力 而并非 我们中国的国民 而并非这种硬实力 像美国台湾以及国际外部实力 也只能够属于软实力 真正的硬实力 还是中国大陆的13亿民众 有人可能还会问 如果中共把习赶下台 换一个能力更强的人上台 中共还会垮吗 实际上 此时虽也不可能改变中共政权即将灭亡的命运 如果中共果然出现贤能之势来接替习近平 那么他的下场就是崇祥和光绪 我们不能说崇祥和光绪不是贤能之势 但是在大势失去以后 谁也不可能有力来倒转乾坤 如今中共朝野上下 已是腐朽不堪 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 中共在国际上 犹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在这种浩浩荡荡的文明潮流 到来之际 已经作恶长达七十年之久的中共 不可能换回民心 不可能挽回民心 可以肯定的是 中共无论换谁来接替习近平 都不可能改变其即将灭亡的命运 眼下所缺的只是一个偶然的引爆点而已 事到如今 无论习近平怎样做垂死挣扎 他的时代都已经接近了尾声 好 感谢各位新高地网友的观看 请你转推 再见